我們剛剛介紹到CMP的研磨漿 基本上它主要可以分為三個 要說三個液態瓶 一個是主要就是懸浮液跟去瓶水 一個是來調酸質 一個就是來氧化層 就是化學層已經在這裡面了 我先來看一下它的功能 前面講過我們的CMP的時候 主要各項量一種是金屬 一種就是鑑鏈紙 它介紹就是SiO2 主要是SiO2 那如果是否去磨SiO2的研磨漿呢 我裡面的微小顆粒 就在今天講到 牙膏裡面的細小顆粒 基本上就是SiO2的細小顆粒 那SiO2的細小顆粒 主要是由細微熏烤的二氧化系 就是很小的製小粒 已經煎過前置處理過後的二氧化系的粒子 它摻到裡面會變成膠狀的浮動液 然後B 而且是要可以碱性的化學容易 會碱性化學容易 那這碱性的化學容易主要是要小公司它的OH值 所以可以用KOH 也可以用RMH4OH 這兩種化學容易 這樣子 那PH值會控制在石爆石二氧之間 也就是碱性的原模液 那這邊只是要告訴各位說 那個這個 岩膜液面的這個薰核二氧化理它怎麼形成的 它其實就是拿那個 濾化系 四濾化系 在氫氧液的氣象水解中反應而成 所以就是怎樣呢 拿氫氧化系 然後我們在高溫的情況下 通路氧氣力通路氫氣 形成高溫氫氧電 這就是我們微群的時候用到的氫 氫氣加氧氣 這就是一種濕氧的概念 然後在高溫的情況下把它氧化 就是高溫濕氧變成SR2固體 然後配上氫氧氣氧的氣氦 留下SR2固體就形成了 所以這就是微小的SR2固體 怎麼做 就是拿氫氧化系 再經過高溫濕氧電 一燒 就留下固態的固體的SR2固體 跟氫氧氣氧的微粒 就像這樣子 把這三種成分 三種氣氧出來 放進來之後 一燒就留下SR2固體 留下SR2固體 好 這時候你會看到 這個 研磨漿裡面呢 他把它放蓋來看來變這樣子 這是薰烤過的二氧化系 那 只是把它放到裡面的氣氧就變這樣 那如果說你會看到說 pH值可以影響到 這個水溶片pH值可以影響到 二氧化系的顆粒的散布 顆粒的散布 那你還可以用其他種添加劑 另一種用於一樣 化物系的散布 二氧化系的鹽磨漿 是利用型的溶膠 也就是 達到這些維密 在經過的特別的配方 不同的鹽磨漿 基本上有不同的配方 而這種鹽磨漿 基本上就是什麼呢 就是每間公司的IP 因為叫叫柯烏漿 每一家都是柯烏漿 可是柯烏漿 喝起來也不白是咳的不一樣 他們裡面的配方不好 但他們都是咳 可是他們不會告訴你活作 他只告訴你有什麼成分 所以 你去跟人家不同的廠商買 研磨漿 他們各自的處理方法不同 只會告訴你說 碧漢的鹽磨漿 他可以把這些活小的顆粒 變得非常的均勻 而且變得膠囊狀 這樣去摩它會比較均勻 比較完整 你會看到 所以他可以用系統膠 直接做成像膠體狀的顆粒 這樣子去摩它 所以卡通頭就怎麼做這樣 我們盡量去摩SR頭 蹭墊在這裡 蹭墊去壓 然後在摩的過程中 除了靠蹭墊突出來 還有蹭墊之外 最主要靠的就是 這個 研磨液裡面 研磨液裡面當中的 這種小顆粒 這裡取的意思是 用氧化錫 C CSO2 那對我們來講就是 有什麼呢 有很多的SIO2為例 SI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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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去跟這些 這些聚合物呢 反應 然後去刮它 刮這個SIO2表面 刮SIO2表面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了 很多顆粒狀的 小SIO2 然後去磨 去磨這個大的SIO2 然後利用這裡把它壓下來 用壓的方式 讓這個顆粒去壓它 然後去產生機械式的 刮它 機械式的區域 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個 紅紅的就是數字添加器 這樣子 這個 這就是數字添加器 它是可以跟 可能這小顆粒的 再結合去刮 也可以只靠它去刮它 或者是形成 跟它 這數字結合再結合再去刮它 都可以 它就是壓到有點小顆粒的 片化 好 好 那 剛剛講的是SIO2 絕緣層的研磨膠 它裡面其中的就是 SIO2的小顆粒去磨它 那如果是金屬呢 金屬的限定過程呢 跟灰水很像 它是怎樣呢 它是研磨膠裡面的氧化器 要先跟金屬產生反應 先變成金屬氧化碌 所以研磨膠裡面的化學成分 就會先打氧化 研磨膠裡面的氧化器 它就會先跟表面 一個的 金屬氧化 那金屬氧化之後呢 在泰磨膠裡面的 比如說氧化碌的細小顆粒 去移除 去把它磨掉 利用氧化碌的細小顆粒 去磨金屬 這樣子 所以 金屬的洩命 它基本上一個 溶力裡面 本身有氧化的效果 它同時在具有 五分的 時刻作用 有氧化這個樣子 但是呢 不同的 pH 容易 前面講過 化學溶液裡面呢 研磨膠裡面有氧化物 氧化物會氧化 可是 烏的氧化物有很多種類 烏的氧化物有很多種類 那 會溶解 溶解 血液裡面呢 就是會腐蝕的 是白色的一分 那這種 溶定劇就是怎樣呢 溶定劇就是不會被腐蝕的料理 這個氧化就是 直接溶在裡面 不會被腐蝕的 所以就會看到 不同的酸鹼質 會不一樣 不同酸鹼質 會不一樣 太小的地方呢 就不會腐蝕 大的地方呢 它腐蝕的效果就會 比較多 所以它等於 邊靠它氧化 邊靠它腐蝕 一邊磨出來 如果光是氧化起來 就變成 離子化的話 它是溶解在水裡面 可以溶解在液體裡面 那 像這種它就不是溶解在物理 液體裡面 它就直接就形成 固狀物 就是氧化成固體 所以 套在化體螢幕裡面呢 越潛性 這個螢幕因本身就會適合它了 那當然 這時候再去用機械螢幕 就是加速它適合 反之 越酸的部分 越酸的部分呢 它越不容易溶解掉 它越不容易變成 浮溪掉 它就會形成物體狀 那這地方就是 找單靠你的 研磨去把它 用極限研磨的方法 剁掉它 變得這樣 所以 用藍磨金屬 剛剛講過 用磨 還有磨 還有蟲 那剛剛是 烏的話 就要靠 氧化器去氧化骨 而且呢 越酸 它就越穩定 越減 它就越容易溶解在 我們的石刻液裡面 那鋁跟銅呢 鋁跟銅就是要用酸 鋁跟銅就是要以水為基礎的酸性能力 那它裡面呢 主要的氧化器是靠 雙氧水 它就說 可以加 雙氧水 那只要靠雙氧水 因為雙氧水 這就是一個很強的氧化器 那它的目標就是要怎樣呢 去氧化鋁跟孔 變成氧化鋁跟氧化鋁 氧化鋁跟氧化鋁 氧化鋁跟氧化鋁形成之後呢 再利用 再利用 機械研磨把它磨掉 所以我要磨的主要是要磨清楚氧化物 我磨的是清楚氧化物 然後呢 而 黏磨漿裡面的顆粒呢 主要是氧化鋁 只要是金屬 基本上都是什麼氧化鋁 借鑫子主要的學服力 用的是 是二氧化型 而是金屬的話 大部分都是用氧化鋁 因為氧化鋁本身穩定度非常高 穩定度很高 然後呢 PF機子小一期的時候呢 我的氧化鋁顆粒 會形成膠狀 穩定的膠狀學服物 這樣剛好就可以去磨它 這個樣子 所以呢 基本上會選用酸性 這個酸性的物理是為了氧化 可以形成穩定的膠狀 穩定的膠狀去干 機械研磨的小顆粒去摸它 然後這裡就有講說 只有很小的自成窗口可以達到電化水 等化作用 使水性氧化鋁粒變成膠狀 穩定浮動 穩定浮動 意思就代表什麼呢 代表你要讓這個氧化鋁變成膠狀的話 然後你的製成空間很小 製成空間很小 就它的分成度要好好支持 所以你路面有控制好的話 你的氧化鋁的膠狀就會不穩定 那就影響到我的效率 我的效果 OK 非常誇張 這樣子 必須要剛好在DH值6左右 而且你的電位 給的電壓大概是在一點多幅左右 這地方才會穩定的氧化鋁的顆粒 那至於氧化物而言呢 只要酮 碰到氧水會變成氧化鋁 不同的是你在鹼性的地方呢 它就其中穩定的氧化鋁 那如果在酸的地方呢 就會變成氧化鋁 就會溶解 然後變成氧化鋁 就會變成氧化鋁 就會變成氧化鋁 這裡是氧化鋁 太極也會變氧化鋁 但是在中間的地方呢 就會變成氧化鋁 變成氧化鋁 變成氧化鋁的物態圖 物體物質 變成這樣 那下面這些就是 受影響的區域 所以變成氧化鋁 基本上都是用正的 用正的情況下呢 要嘛就要太鹼才會腐蝕 不夠鹼的話就氧化 那氧化就是要透磨的 純的氧化的東西 就要用去磨它 因為它是霧坦 要直接把它磨掉 那如果是腐蝕 它就自己本身就會溶解 就會溶解在你的魔衣裡面 這樣子 所以從這張鋁可以發現到 銅的氧化鋁 氧化鋁會很重要 酸鹼質很重要 基本上就落在六到七之間 六到七之間 非常小的區間 所以要隨時這個 研磨液裡面的 酸鹼質 酸鹼質 還有這個殘酸 看一下會不會有問題 這怎麼就是壓力 你知道如果它的時候 除了輸入跟你壓的壓力 很快 但是壓力如果太大 又會造成什麼呢 損傷 因為它異計是移除過程 移除輸入越快 你加壓力越大力 就可能會造成機械損傷 你的電子元件就會被搏上 所以不能夠因為追求太快 然後呢 所以變成怎樣呢 有被研磨墊壓到的地方 才會被磨到 沒有被研磨墊壓到的地方 就不會被磨到 因為要有壓力 有硬力 再從它才用 如果是通的 這樣一直動 也沒有磨到它 機械研磨就是要打到 才會磨到 當然啦 它會通研磨漿 只要研磨漿的地方 有壓力給它 研磨漿裡面小分離去磨到它 它還是會產生磨到 還是會磨到 所以這只能吸引 但是實際上還是 研磨墊的上面會有研磨漿 那研磨漿只要碰到的地方 你只要去轉它 只要研磨漿有錯的話 壓力就會 就會去磨到 不過磨得最嚴重 它還是直接卡住到研磨墊的地方 是磨得最主要的 所以有卡住到的地方 才能磨得很快 沒有卡住到的地方 就不太會磨得到 即使裡面有研磨漿 但是裡面特別加壓下去的話 那這個 剛剛講的二氧化體的選擬 或者是氧化體的選擬 它就留在研磨漿裡面 你見的一定要 實際上去跟它硬去磨它 硬去磨它 硬去磨它就是要受力 就要有壓力 它才會硬領上去去刮它 才會去磨它 好 那接著 我會只是線 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首先就是要均勻度 你不能說磨一磨之後 有些地方磨得多 有些地方磨得多 有些地方磨得少 一種是均勻度 那這個均勻度 又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一片晶圓內 不同區域的地方 均勻度好不好 這叫做 Waver in Waver 就是一個晶圓以內 單片晶圓內 我在磨的時候 不能說我受力壓下去 我邊緣地方磨得比較少 中間地方磨得特別多 這樣不行 我們希望整片晶圓 磨的量要差不多 這是微分和微分 另外一個是微分和微分 是什麼呢 這一片磨了 跟現在一片磨的程度 要差不多 你磨了一二十片之後 第一片磨的程度 要跟一二十片磨的程度 要差不多 這必須就是 仰賴你對晶圓的控制 你必須要怎樣呢 你的研磨襯墊的 到底什麼時候要換心啊 你的研磨降 你的酸扁度的控制啊 你的壓力的控制 都很重要 所以這種均勻度 不管是微分和微分 或是微分和微分 單片內的均勻度 或者是片跟片之間的均勻度 基本上都跟你的壓力 還有你的研磨墊的狀態有關 更不要講什麼固定環的位置啊 晶圓形狀啊 那當然 同一批晶圓來 表面的形貌是一樣 但是又來了 不同產品啊 A產品變到B產品 可以用頭到層次去磨嗎 不行 因為不同的產品 不同的電路 它的Layout不一樣 所謂Layout不一樣 固域不一樣 大概有什麼呢 原件的密度不一樣 原件的構造不一樣 有些晶片 有些地方 比如說機體的區塊 就非常的密 邏輯電路的地方 可能沒那麼密 那有些電路 它是完全沒有晶圓 它機體完全是外接的 要額外有接線狼機 應該就比較稀疏 比較稀疏的 跟比較密集的 磨出來的時刻又會不一樣 後面會提到 密度不透 磨出來的不一樣 然後呢 面積大小不同 就是你露出來要磨的部分 你的面積大小不同 磨的時刻屬於也不一樣 所以不同的產品 你的磨的層次要改 不同的產品磨的層次要改 然後再壓不同的磨的層次 那在磨的過程中呢 選擇品 就跟時刻選擇品是一樣的 所謂選擇品是什麼 代磨的磨的物質的速度 除以什麼呢 除以5層不想被磨掉的磨的速度 這個就是選擇品 它跟時刻選擇品的定義是一樣的 那這選擇品很重要 那最主要是用在哪裡呢? STI 還是我們前面講過 STI在磨的時候主要是怎樣呢? 生理騰表面吃出一個凹槽之後 填絕圓層進去這個凹槽 然後再把溢出來的絕圓層磨掉 可是磨到哪個地方啊? 磨到Nitride的地方要磨 所以Nitride是你不想被磨掉的部分 R是你想磨掉的部分 然後回到STI後面 STI的時候呢 這裡有沉澱R3 跟Nitride R3 Nitride 然後呢去填了 厚厚的R3填進來 填這樣 填了USG進來 然後接著要開始磨平 磨平 就開始一直一直磨 磨磨磨磨 磨磨磨磨磨平 磨的過程中呢 我主要磨的10顆儀礎的是誰? 我在儀礎USG 也就是所謂的SIL 而在磨到Nitride的時候呢 磨到Nitride的時候呢 我們希望磨到Nitride就是要停止的地方 我們就希望講了 阿塞有被磨掉了 但是Nitride不要被磨掉 它就停住了 就停在這個地方 所以就需要一個選擇的 就是10顆阿塞的儀礎H-ray 跟除以Nitride的H-ray 這要越大越好 越大越好 就是10顆阿塞比較快 10顆Nitride比較慢 這就是10顆選擇力 對於大部分的10顆我們都希望選擇力 就是只想要吃想吃的 不要去10顆到不想被吃的 就這樣子 所以 STI的CMT 它主要是要磨285 但是它不想要弄到代化系 所以基本上選擇力 總之大概3到5百 我看很誇張 3到5百代表什麼 代表我100N重的阿塞只會上 用100N重阿塞摸的時間 去磨代化系 只會磨1N重而已 百分之1而已 差很大 所以對於STI而言呢 它需要好的選擇力 而對於鋁童而言的話呢 它選擇你知道誰 前面講過 我要填鋁之前要填什麼 填鋁的時候胖鋁會破散嗎 所以需要在情況下講到 下面要加什麼呢 TA或TAN來報酬它 所以呢 在填TA的時候 跟TAN這個就露出來了 就回過了 不同的金屬會需要不同的側面塵 你看 如果是鋁製成 或是鋁鋁製成 它是這樣子 要鋁鋁之前 會填誰呢 會先填一層 TA或TAN 或是雙塵TAN 然後再去填鋁誰呢 再去填鋁 烏呢 不要忘了 烏本是有WF6的氣體 怕有風 怕會傷到SiO 所以會鋁什麼呢 TI TIN 所以會有TI TIN 然後再鋁什麼呢 再鋁 所以在CNP銅的時候 CNP銅的時候 它要有一個選擇比 是要對誰 要對碳 或者是TAN 它的選擇比要大 它的選擇比是銅對TAN的選擇 那烏呢 烏的10顆 烏的CNP 它要對的對象是碳 或跟蛋花胎的選擇 是這樣子的 在磨的過程中 在模糊的過程中 會磨到胎 我希望磨到胎 這蛋花就成下來 不要傷到 不要再凹下去了 這樣子 好 所以 鋁銅的連線的ILV 剛才講這是金屬 但是還有另外的 鋁銅連線的ILV呢 這個就是另外一個東西了 我們剛才講的 只是純粹STI的時候的選擇比 跟單純銅跟孤彈膜的時候 他們下面的選擇比 那還有一個是什麼呢 它還有一個是 金屬的ILV 它剛剛什麼叫做 金屬的ILV平坦化製成 它指的就是這個 這個 我已經有TOMSTON了 TI 我有TOMSTON 然後把它磨平之後 磨平了 磨平之後呢 這裡又給它一個金屬 碳包在這邊 然後呢 又去給它一個額外的金屬鋁銅 去做其它的連接線 其它連接線完之後呢 我要再接下一層金屬 要做下一層B的的時候 我又再停個CED 阿桑 這樣子 然後再把它磨平嘛 而這時候磨平 有需要說 磨到哪邊停止嗎 沒有 它只要平就行了 因為它最後的形狀要長什麼樣子 最後的形狀就是要長到 因為它只要過平碳 就行了 所以它沒有一個金屬層 它就是單純把它磨到平 然後再開下一個碳 下一個利盒 再開下一個利盒 這樣子 所以這一種呢 它就沒有選擇別的問題 它就只是單 因為它沒有要磨到哪個金屬層 它只要磨下來就行了 我會用看前面的馬中斧 就這個 就這種IOD IOD在填的時候 這裡有金屬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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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填這IOD 在填上去的時候 一定也是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然後最後磨成平的 而在這磨的過程中 當然這個磨還沒有 在磨的過程中 它純粹就是 就是time mode 時間模式 就是你要去實驗 看磨到怎樣的時候 剛好 有個厚度 是一個平坦 那這種磨呢 它就沒有停滯層 所以IOD的時刻 就沒有所謂的選擇別的問題 因為它並沒有說 要停在哪個地方 沒有停止的 沒有停止的駐浪層 就不會有選擇別的問題 所以這就是剛剛講的 IOD的CMP 是沒有選擇別的問題 因為它並沒有說 要停在哪個地方 它只是要把表面平掉的問題 它就不會有選擇別的問題 除此之外 SCI的線一 烏的線一 鋁龍的線一 它都有停止層的問題 它都會有停止層的問題 它都會有選擇別的問題 它都會有選擇別的問題 那烏的話 就是要對 鈦彈化鈦很重要 那蟲的話 就是對坦 彈化鈦 選擇很重要 意思是這個樣子 那再來就是要講說 在線力的過程中呢 會出現所謂的 Lobbing以貝 那這個 這個Lobbing以貝指的是什麼呢 在磨的過程中 會發現到 圖案比較密集的 會磨的比較多 圖案比較密集的 會磨的比較多 圖案比較密集的 圖案比較稀疏的 磨的會比較少 在磨的過程中 都會發生這些 圖案很密集的地方 在磨的過程中 它凹的比較多 那它凹的比較多 就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我們Thomson結束之後 那進入到下一次 我們進入的時候 又會再蓋一次 CVD的阿傘 然後阿傘再把它摸定 那這時候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上面再有一次CVD阿傘 在磨平的時候呢 這邊阿傘的後部 跟這邊阿傘的後部 就會不一樣 比較凹的地方呢 最上面是平坦的 比較凹的地方呢 它距離上表面呢 就會比較遠 比較厚 它就會造成出 你在吃湯片的時候 這地方吃凹了 吃穿了 到這個地方不露出來 但這裡還不會露出來 所以這裡還有一部分的後部在這邊 就如同 這個樣子 你在CMD磨的時候呢 這地方比較密集 磨得比較好 磨得比較好 完之後呢 你又再疊一層阿傘的 阿傘的 然後磨平 阿傘的磨平之後呢 再開下一層的 親屬接觸窗 再行鎮的時候呢 這個完全失科 把這個後部施緩了 可是在行鎮的過程中呢 它只行鎮到這裡 它並沒有接到這裡 它這裡就斷路 這兩邊就會 就會斷路 就會斷路 這就是因為在磨的過程中 十顆六銅 十顆六銅 所造成的 高密度的快 它的腐蝕效應比較強 也就是十顆六銅比較快 高密度都會比較快 所以 CMD的這種 負載效應 也算是一種負載效應 它跟十顆的負載效應 沒有 月定級的 這裡定級的 會十顆比較快 那後面還有一個就是 開口大的 開口大的 開口小的 開口大的 十顆速率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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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些都是在CMD在磨的時候 要小心的 要小心的 而在CMD在磨的時候呢 因為它還有機械研磨 我前面講過 我CMD一開始可以在 晶瑩製造的過程中 晶瑩一開始可以在晶瑩製造的過程中 晶瑩一開始拉起來 晶瑩切成片的時候 表面可能會存在很多 在切晶瑩的時候 留下的 低費 缺陷 就可以靠CMD 把這些低費呢 再把它 十顆料 更平淡化 來去除低費 但是 但是在磨的過程中 也有可能會在 額外產生新的低費 因為在磨的過程中 就會產生 刮痕 你在磨的時候 裡面有研磨醬 研磨醬裡面有很多 研磨威力 這些威力 如果你沒有屈出乾淨 它如果有在心圓表面 它就會很微粒汙 就好像我們在磨磨 絕緣測的時候 有二氧化系的威力 這個二氧化系的威力 最後是要完全清楚的 你如果沒有清楚 就會 讓你的表面 很多的全部威力在那邊 如果是單純的 細表面 那就可以看看 直接拿去靠 HF嘛 經營RCA可定之後 氧化物就會 細的氧化物就會被 佛樂是刻意給清洗掉 所以就要清洗 所以如果是細表面的話 細菌表面最好 細MQR 表面動態中 都會去做清洗的步驟 那在加熱製成之後 還有介紹到 如何讓晶圓表面的缺陷 可以進去呢 因為晶圓 畢竟表面是磨出來平的 是磨的 既然是磨的 結果然後就損傷 那怎麼樣把這個損傷 交到最低呢 拿去氧化 一氧化 表面的細就會被氧化掉 被氧化掉 那氧化出來的阿塞之後呢 再把整個阿塞霧剝掉 露出來的表面 又會是乾淨的表面 就不會是有損傷膜的表面 這真的有介紹過 你直接把 你可能會損傷的表面 給它氧化掉 然後再利用 適時時刻把它剝除 就會露出 安全的表面 蛋液的表面 然後接著再是用AQ的方式 再做一次 完美的雷晶層外 那這部分就可以拿出來賣 那經濟的代表面就是買這種 切 拉進出來 切完片 拋關完之後 氧化完 回時刻 要再雷晶出來的雷晶片 才是他們開始要製作 經濟電路的其實用的電路 這樣 那在國的過程中要非常小心 有沒有微粒汙染 不過在國的過程中 本身就哪有外來粒子 跑到鹽魔漿裡面 讓它不得了 你原本鹽魔漿裡面的粒子很小 突然之間有外有污染的大粒子進來 一磨化 你的表面就刮傷了 就會刮傷 所以要小心不要有污染物 一有污染物 只要有不適當的向下壓力 你的鹽魔材料就會被你磨壞掉 那趁電就要不好 這樣 所以你要小心 然後在磨的過程中 我們在前面講過 因為有含有摩擦力 有機械硬力在磨它 會發熱 那發熱的情況 如果露出到的時候 容易就會蒸發 所以要小心你的鹽魔漿 不要越磨越乾 越磨越乾的話 你的機械磨擦力就越來越強 你的磨擦力 所以要隨時注意到 第一個 鹽魔漿裡面的酸鹼值 還有它是否被污化乾掉 還有你的趁電是否磨久了 要重新打 柱子之類的 所以CNB要很注意 就是一個人說 你把它打出來之後 你就要去規劃 如果就要換一次 多久要重新 把秤電重新載入一次 然後呢 鹽魔漿要怎麼流 怎麼投 諸如此類 這些都是 可以根據統計的結果 做出結論的 所以這種 CNB的努力以備 中文這邊翻譯說 疊化效應 就像個碟子一樣 就要有像個碟子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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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碟子 小碟子 它是怎樣呢 你會看到 這裡開口大 這裡開口小 所以在磨的過程中 開口大會磨得比較好 開口小就磨得比較淺 這就是一種 鐵化效應 比較大的開放區 會磨得比較多 磨出來的形狀 就很像一個小碟子 就很像一個小碟子 像喝酒碟一樣 這個樣子 所以它們叫做磨研化效應 但其實做穿的 其實都是食科的複產效應 因為我們其實在講 食科大量的時候 有介紹過的努力以備 CNB的努力以備 其實跟食科努力以備 是一樣的 都是這樣的 月日級的食科率 食科率會分 西蘇的跟日級的食科率會不同 然後呢 開口大和開口小的食科率 也會不同 所以 食科的努力以備 跟CNB努力以備 是同的意思 因為它們都是移除過程 它們也都是屬於食科的方式 只要是食科 就會產生這種努力以備 那這努力以備 對STI而言就會很長 STI在做的時候有淡化性 你在磨的時候 磨到淡化性要挺 可是在磨下來的時候 有些的 有些STI打的比較長 有的打的比較盛 打比較快 STI打比較寬的地方 然後呢它就磨得比較熬 就會磨得比較熬一點 就會產生這樣子 所以最後的STI 活完之後把這個奈船移掉 奈船移掉之後 中間凹陷的程度會不一樣 有的地方 開口大量凹得多 開口小顆凹得比較小一點 所以呢 空曠的地方呢 這時候就來了 電子底是坐在這裡 電子底是坐在這個C表面 好沒有按自來的Sovation 但是就會用到CMP 你會看到 開口大量會磨得比較多 那這時候呢 就會塞很多所謂的大VP 就是那個地方 雖然不需要做元件 但是我為了令它凹陷 我塞了很多不必要的形狀進去 比如說 比如說我一個電路 我一個電路需要這裡有的主動區 然後這裡有的主動區 主動區跟主動區之間就是STI 這是CMP 這是Layout Active Region Active Region 所以導致呢 我們在10顆的時候呢 STI就是這樣子 這是STI 那因為如果兩個元件離得很遠 那我在CMP的過程中就會吃凹嗎 就會吃凹下去 所以為了避免這種效應呢 怎麼辦呢 我元件就坐在這裡 中間不需要有元件 可是只要我有手CMP 我就會放一些不必要的圖案進來 我也放一些圖案進來 那這邊圖案是沒有要做元件的 它不是為了電路 它不是為了電信頭壓 它為了支撐頭壓 我塞了很多不必要的圖案放進來 那這時候呢 Active Region 就變成怎麼樣 就變成 只要Active Region 一放 就變這樣 就變這樣 原本是一個這一整個凹陷的 它現在告訴你 只有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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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上凹陷的 那就突然可以從一個大開口 變成一個很密很密很密的小開口 那這時候在CMP的時候 磨的時候呢 它就不會磨得特別凹下去 然後元件主要電子體 就要是坐在這裡 電子體只坐在這個上面而已 那這地方是沒有要做電子體的 但是它可以減緩什麼呢 這個CMP的漏洞 所以當使用CMP的時候 就會在很空曠的地方 為了避免這個電話效應 會塞許多的dummy data 很多不必要 就是很多那種 只是輔助製程的圖案進去 這個圖案 不會被電路使 它不是拿來當電路用 是拿來當電腦用 純粹只是在製程上面 降低製程的變形而已 讓製程更穩定 會塞很多這種dummy data 就是一言說 遠距跟遠距之間 如果隔太遠 碟化效應如果太嚴重的話 那就中間塞了很多dummy data 讓正中間很多dummy data 就只能出來 雖然這些套裝的 並沒有拿來做運件 但是它可以解鋪盤 這個負債效應 那這個是可以用電腦計算 去告訴你 說中間要塞情的東西 要塞情 當你收集一堆 電話效應 就是圖性跟電話效應的資料 之後 就會讓電腦計算 客戶的變速度進來了 電機裡的電力之間 空的地方 原本應該是MTI的理據 我到底要怎麼塞這些大兵電腦 比較好 電腦會幫我算出來 所以這就是客戶的Layout程序 不同的晶圓製造公司 他們的CMP的 磨出來的條件不同的話 他們塞Dummy data 入口規則會不一樣 會不一樣 根據他們自己的實驗結果去塞 所以最後你看到光照上的圖案 不見得不一樣 A公司 B公司 C公司 就是他們拿到一模一樣的電腦設計 要做一樣的電腦出來 可是最後他們畫屏光 造成圖案不見得不一樣 首先 大家再看過 現時又會影響到什麼 鐵畫效應 所以他們塞的大兵圖案不同 第二 我們前面在黃光步驟的時候 有講到過 尺碎越小就會出現 要讓尺寸部的電精準 就需要所有的OPC有沒有 光學叫做 Optical proximity correction 光學叫做 因為根據每一家公司的曝光源 曝光不多上 曝光強度去調整 所以OPC修出來的圖案 每一家公司 只要它的曝光層次不同 使用的光準 光組不同 它的圖案也會不同 所以A公司用的光照 被B公司拿去用的 能不能做出一樣的結果 不見得 因為上面光照圖案 光照形狀 都跟他們製成槍相關 一環扣一環 所以不是傻傻的說 你把人家的手機拿去用 就會做出一樣的 沒有 你用的程式 你用的機台 可能跟人家不同 你用的條件 你用的壓力跟指點 跟人家不同 那磨出來的鐵畫效應不同 鐵畫效應不同 你要塞著大兵的樣子不同 如果磨得很厲害 就冷了 你不需要塞 磨得不好的人 就要塞大兵可以能進來 就是這樣的道理 只是告訴各位 製成拿來照抄 有的時候不見得有用 你只能抓它的思維 它只能要狀化成 可以解讀的意見 所以表面這個高度 一定要怎麼測量呢 最主要就是用 原子力顯微鏡 FM Atomic Force Measurement 原子力顯微鏡呢 它就是 它是一個技巧的探偵 可以去探討表面的原子力的特性 可以去表面的微小 通貌撕出來 好 來 好 表面的圖形 可以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用 浮光學的方式 一種就是用 原子力顯微鏡 那探側 探針的尖端 跟底層之間的原子力 探側這個原子力的大小 可以把表面的形狀 弄出來 好 那這部分屬於 測量的部分 我們就先暫時 不要講太多 只告訴各位 表面是否明正 表面是否有污染 在半導體工資裡面呢 基本上 只要能夠使用光學系統 都使用光學系統去測 因為光學系統是 非破壞性兩側 你光學系統掃完之後 這個機能不會受到任何的損傷 它就可以繼續使用 所以大部分都會使用光學檢測 先檢測表面的形貌 跟是否有污染物 只要有污染物 它就造成 木射光跟翻射光的角度 還有它的建設性 單射性角度不同 所以還可以看表面的形貌 除此之類的 那如果是使用這種 體驗的話 就是比較破壞它 好 我這邊先休息一下